主料,土豆350克,鸡蛋3个,洋葱0.5粒,主料,盐一勺,胡椒粉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材料汇总,鸡蛋3个,洋葱半粒,土豆4个大约350克,土豆去皮洗净全部切成小丁,洋葱切丁,鸡蛋加盐和白胡椒粉打散,锅内放橄榄油,放入土豆丁,加少许盐中小火炒至熟, 加入洋葱末继续炒出香味,然后将土豆丁在锅内整理好,将鸡蛋也均匀的淋在土豆丁上,撒上少许的黑胡椒碎,用小火煎至凝固,翻面继续煎至熟即可,起步切片摆入盘中,加上自己喜欢的调味料和其他副材就可以吃了,烹饪技巧 一,说真的,刚开始看见这个菜名,我还纳闷,为何叫西班牙煎饼,不就是土豆煎饼吗? 呵呵,五十土人一个哈,后,百度知道西班牙人喜欢用橄榄油,洋葱,菜墨类调味,而且喜食土豆,故有此名二土豆可以切西片或小丁,前提一定要先煎熟后再加入蛋液,这样才能保证整个饼熟透且不交锅哦 三,除了西班牙煎饼必须的三个材料,其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了,煎的过程中,就顺手拧了些黑胡椒碎,这样更香它,摆开吃后放片生菜叶,终衡下善食结构哈,然后点点斑茄酱,小语爱吃哇,再把几个炭烧腰果,大人喜欢呆,然后配上自己亲手做的泡沫奶茶,一个温暖幸福阳光的周末,就做这份一日, 明天早餐开始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